派出所內 警方和報案人刻意保持距離 下一秒突然傳出爆炸聲響 直搬台的物品被炸到東西四散 男子當場血流如注 一開始男子來到派出所 右手拿著手機 左手拿著的東西 讓現場的員警相當警戒 因為他拿的是一顆土製炸彈 後來男子講電話時 手上的炸彈就因此炸開來 救護車緊急趕到現場替傷者進行包紮 隨即送醫急救 因為我也不知道說那個到底是不是真的還是說 只是嚇唬人家的這樣子 城衛派出所現場已經清理乾淨 嫌犯今年二十七歲 女兒平常跟祖父住在一塊 但卻不讓兒子接觸孩子 嫌犯因此跑到新竹縣的新工派出所 跟員警求助 但是他當時手上卻拿著土製炸彈 飆搭見不到女兒心情很差 員警試著安撫情緒 後來終於通上電話了 但過程當中卻不小心引爆炸彈 警方調查男子有多項前科居無定所 到派出所的時候 精神狀況已經不佳 講一講情緒越來越激動 可能是誤觸才會引爆炸彈 所幸沒有生命危險 但是炸彈的來源還要調查 金新聞張杰文許惠美 再次訪問了